毒丫头 你不要死好不好 顾七少 你干什么 毒丫头 你 你 你放开 放开 毒丫头 看到你真好 七少 刚刚是幻象吗 毒丫头 你们也遇到了 就算再来一次 七哥哥一样还是要救你 愚蠢 连真假都不分 你有什么资格救人 你还狡辩 哼 你蠢得可以 七少 你没通过考验 所以 你错了 救人也有错 顾北约 让你眼睁睁看着毒丫头被火烧 你能冷静 你还能分辨真假 你能见死不救 转头就走 七少 你没走出幻境 但是他们都走出来了 不是吗 见鬼的考验 什么玩意儿 你跟那个毒丫头聊了那么久 都没发现人是假的 否则有机会了解 真怪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殿下 公主 你们到这边瞧瞧 这里提到了无字碑和楚毒空间 北强的壁画 记载了楚毒空间的由来 楚毒空间 并非毒宗之人所有 而是雪狼族的祭司们 特有的技能 如此出来 毒丫头和白眼青 不仅是毒宗敌亲 也是雪狼族的传人 废话 不对 如果雪狼族的祭司后人 没有和一城独宗之人联姻 这样一样可以拥有楚毒空间 希望吧 先出去再上一 外面应该天黑了